字幕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其实经常都很想用某种方式 和大家去分析一下自己所喜欢的音乐 那现在就想试一下 用这种YouTubeVlog的方式去记录一下 其实这个一开始是我自己的兴趣 不过慢慢就因为自己有了做歌的技能 就开始会去用不同的方式去做这个记录 那我会记录一下我自己听过的歌 通常都是动画歌多的 其实打机的BGM是会听得多些的 那虽然我不是经常打机 但是我打机的BGM我真的会听得多些 可以跟大家讲一句故事 其实我一开始为什么会有这个兴趣呢 是因为我以前小时候 不能打LC的时候插着耳机听 好 大家看到吗 我发觉将它打入一点的时候 有时候对得不确实的时候 那个声音是会有不同的 是会变得有一些声音是大声点 有些声音是小声点 有些乐器是明显点 有些乐器没有明显 久而久之发觉 原来听歌可以这样听的 原来这个乐器和那个乐器的关系 可以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乐器不见了 会令到另一个乐器会多些 会有不同的感觉 慢慢慢慢呢 我就开始喜欢这个兴趣了 然后还会用一些很原始的方法 原始即是只 原始即是只 把这些感觉 记录下 至于为什么会无端端想和大家分析一下呢 我想告诉大家 其实 你懂得听歌 是对你做歌 是很有帮助的 所谓懂得入 只是懂得出 你是听得多歌 你才懂得做歌 所以 呼吁大家去听得多些歌 如果想做歌的话 不过只要听歌 是怎样听歌 不是就是这样左而入右而出 就是像你做事的时候 一边做一边做一边做 就是在歌 一边听 不是那种方式 你是真的要快点心机下去听 是怎样呢 这个英国BBC的主持 是丐瑞斯马龙 大家都看到我读过 他出了一本 就是叫做 古典音乐不古典的讲堂 里面有说过 有以下六种的听歌方式 大家听我说完 再听一说 没在听 就是当你在听歌的时候 就在想到其他事情 其实很多时候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这个被动聆听 被动聆听是什么意思呢 被动聆听就是 就是听 只听 但是还是没有做其他事情的 就是好像你搭车的时候 你看到车外面的景色 然后你觉得 哦 这树也有经过 这车也有经过 但是在放空的状态 的听歌版 这两个都是属于 左而入右而出 的一个聆听方式 接着那四个是什么呢 主动聆听 就是你全人观察的听 其实是很累的 接着创意聆听的方式 就是你尝试用听 你的音乐 去带到其他 你所记得的 可能是印象 可能是 可能是一些画面 或者可能是一些记忆 甚至是你 可能带到你的感情出来 那样 还有比较聆听 比较聆听就是 你可能会比较一下 这个人 这样唱法 和另一个人 怎样唱法的分别 或者是说 我这首歌 这叫ROFI 那样的 另外一首歌 跟他差不多 但是为什么会有不同呢 那样 都是比较少少专家的 其实 最后这个专家 我想他应该是 在说那个 他听着那个 混音 或者是说那个 吉他通 你知如此 是比较细的 那 其实我觉得 如果你是需要去到去 吸收到别人的东西 放到自己的作品里 你最起码是需要 去到那四个 听歌的方式 才可以做得到 那其实我觉得 如果你是想要去 你编曲 编曲得好一点的话 你应该比较想要去多些 做创意聆听的部分 听起来有什么感觉 那些这样的东西 你是需要多些 去运用到你的脑 你多一点 那个听觉是这样的 多一点去 trigger到你的脑里面 究竟是有什么 有什么东西 是在里面 不断去浮现 其实你有时听过 都是这样的 是不是 我相信很多人 都是这样的 你不是真的 十次听歌 十次都是 在我方向状态 我猜不是吧 都是不断地 有些东西 听歌的时候 总会有一两次 你会想起 可能某次的经历 或者可能是 和女儿在外面 逛街的时候 有什么感觉 就是说 可能是某一次的时候 很浪漫 很爽 总会有的 专家聆听 我觉得 如果不是真的做歌 就很少会这样听 你真的要做歌的时候 专家聆听 这个一定要 如果是创意聆听的话 就像刚才所说的 就是蝙蝠的时候 比较多 至于你做歌 一开始 你有什么 可以发现到你 关于是 如何创造灵感 这些什么 就下次再说 但如果你说 要吸收的话 下面那四个 可能是 下面那三个 会适合你 更多的 但当然 有很多种听的方式 但是 这个可以是一个 指引 这样 其实我之后 真的 可能会想着 会 讲多些 我分析过的音乐 给大家听 那 看这个时间 看我自己 可不可以有这个 这个 这个情况 可不可以好可 嗯 是啊 因为今天晚了 今天晚结仔 讲少少 我编稿的 其实只有748字 我不知为什么可以 好像讲了很久 对 今晚仰教 嗯 拜拜